如果持续有不同的观点 以政治的角度来看 政治一度说总统府认为 会出现这个问题 都是地方双北通报延迟 但现在各自也有话要说 来看到台北市 他们认为其实简体式上 送到都是中央指定的实验室 那么结果出炉的时候 也是送到中央的疾管署 再回传地方 怎么会有地方回传给中央延迟的说法呢 那中央的说法是认为 事实上每天都是统计到中午12点 列出暗号的通通隔天才公布 那为什么昨天出现了这个校正回归 主要是三天前 突然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裁剪数跟通报数有落差 那未来到底该怎么解决最简单的呢 就是必须要简化这个通报的流程 因此昨天这400例 到底是不是盖牌遭到质疑